在技術分析裡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分成多、空、還有盤、盤整 那我們在細氛圍就是之前書上裡面寫的六大盤態 那在多頭裡面有盤間、嘎空以及強嘎空這些走勢 在空頭裡面呢有盤碟、沙多以及強沙多這三種走勢 那在股票中呢有強勢的標股 就如同坐馬車一樣的奔騰萬里 可以讓投資者幾倍數的方倍的獲利 那同樣也有恍不推升的奔股 雖然沒有奔騰萬里的快感 但它卻是穩定投資的標的 因為它會慢慢的往上墊高 然而也有在雪地裡面的還金權 如雪地幫得快速的往下滑行 若可以在空頭中做避險也可以減少一些損失 所謂有色自然箱何必當風俱 當一個股票的其它有其價值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題材會發出一個色箱出來 吸引高手提早進場 由於大資金進場以後呢會讓股票的線型轉成多頭 因此股票可以在技術分析裡面找到色箱 並吸引更多想進來的投資的人群 因此這一本書取名為標本標股有色 這六個字代表的意思就是 希望藉由技術分析的路徑所顯現的六大龐態 去尋找多頭與空頭的標股 前面兩本書跟這一本書的差別呢 就在於第一個堂子神功是講各種指標的用法 是屬於指標的一些講解 那第二本書決戰具體手之單衝秘技 講的是期貨如何做單衝 那這一本呢 我們希望可以在未來ECFA簽署之後呢 這個台股會有一波很大的行情 因此寫了股票波段投資的內容 嘉全的十連景氣循環呢 在新書裡面的附錄呢 可以看到詳細的解說 讀者可以參考之 產業循環與概念股呢 主要是技術分析以外 讀者需要補充的一些背景知識 知道產業循環你就知道說 哪一類股有機會從底部翻身 至於概念股呢 就是股票上漲的一個原動力 當大家知道未來會有更好的夢想的時候 那股票它就會先提早反應上漲了 本書希望一般投資人呢 能夠不偏多頭也不偏空頭 站在市場趨勢的那一方 而能夠多空雙贏順勢而為的操作方式 在多頭市場的時候呢 你要把握進場的買進時機 不要猶豫 在空投市場的時候呢 掌握放空時機 也不要放棄 只要遵守停損 停利的紀律 股市的獲利絕非困難的事情 想在股市斬跌取決 整個股市的斬跌呢 取決於市場買賣力的強弱 所謂月運而封 凡是皆有其徵兆 不管是想要做多 或者做空的投資人呢 在本書中都可以一一找到所有的答案 選股不再是亂槍打鳥 進場不再是道聽途說 獲利更不是只靠運氣與靈感 現行確實是人畫出來的 所以在人有恐懼與樂觀的時候呢 通常都是一個股市的高點與低點 因此股市市場呢 其實就是一個多空市場加空投市場 建立正確的投資心態 就能夠不偏於多投 也不偏於空投 要先建立這個正確觀念 才有機會成為大贏家 因為股票市場 根本就是建立在這多空兩個市場上 而且要能夠打破股市市場 只能做多投市場的觀念 這本書的主要的讀者群呢 我們是放在上班族與學生為主要的讀者群 希望藉由波段操作從股市中獲取人生的第一桶金 由於內容非常的簡單易懂 也沒有建設的一些技術 高深的技術分析 是初學者入門的第一本書 本書為了讓一般的投資人 能夠在股市有實用的方法 創造出獲利的空間 把投資人最想知道的買點 用最簡單的技術分析的解析方法 找到買點 也用最簡單的方法 找到出場的時機 技術分析一定會很難嗎 不一定 本書將會帶你用最簡單的方法 簡易的破解 操作波段的秘密